哈喽,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一款做法继简的又非常好吃的 豆沙馅的老婆饼 表皮层层洗酥,酥的掉渣 再搭配上,里面的红豆沙馅真的是超级好吃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做吧 碗中加入150克普通面粉,20克白糖,70克清水 先用筷子搅成棉絮状,再加入45克玉米油 下手给它揉成一个光环的面团 多揉一会儿,揉到面团特别光滑 盖上保鲜膜松弛半小时 接下来再和油酥面 碗中加入120克普通面粉,55克玉米油 给它抓搓成油酥面团 盖上保鲜膜也松弛半小时 把松弛好的水油皮面和油酥面各分成12等份 取一个水油皮面在手心中按扁 包上一个油酥面 收口处收盐紧实,全部做好,取一个面剂 用擀面杖给它擀成牛舌状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再取第一个面剂,几口朝上,给它按扁 用擀面杖给它擀成长方形面片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取一个面剂,像视频中的手法两个边往中间对折 用擀面杖给它擀薄 包上一个豆沙馅 每一个豆沙馅的重量为25克 用虎口收拢法,收盐紧实 包好后,用手心给它轻轻按一下 全部做好,依次摆入烤盘 上面刷上一层蛋黄叶 用一个锋利的刀片给它搁上三条 上面撒上点黑芝麻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上下火180度烤25分钟 这样做法既简单又非常好吃的 豆沙馅的老婆饼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斗手制作吧